你小時候幾多歲花紙儲錢? 很小 我爸媽有一個盒子有五格的 那五格就是我每天上學可以帶多少錢上學 可能是一元歐子 就是我小時候 但可能買條雪條是五毫五指的 他就給我一元或者五毫我 他是剛剛你買到那樣東西 你不可以買多的 然後他說你洗剩的那些 你就放在這裡 為什麼有這個情況出現呢? 我看到學校很多小朋友進去餐廳買東西吃 我那時候記得我自己是不懂分一個銀的面額是多少 我只看到有銀給銀人就可以拿東西吃 我爸媽就有錢額 我就拿了一塊銀回去 出事了 不要學小朋友 我不懂的 我就以為越大的尺寸的銀就越多錢 因為大便是不錯 但原來澳洲最小的兩元是最值錢的銀 我爸媽就想 為什麼經常都只剩下很大的五毫紙 因為你不買東西是我最小的 那些比較值錢的 然後他就發現原來 我就是在那裡偷錢 但是零概念 那時候五歲多 我爸媽覺得不行了 要教你認識怎樣錢去買東西 還有怎樣 就是有一個概念 Buy and Save 他們就放了一堆銀 每天一堂 那你很清晰看到的 你不會拿多了 因為他看到那裡有多少錢 你每天就拿一堂 每天吃藥 真的好像執藥那樣 很快你就會認識 原來我今天吃少一點 星期五就可以買多點東西吃 所以怎樣學習做錢 很有興趣 家庭教得很好 是嗎 我爸媽是千坑職 我很懂省錢的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 一個不好處我都學不到的 他們不是一個risk taker 變相其實我現在都要學習 怎樣去 豁出去一點 就是不要只顧著存錢 為什麼你這樣問我呢 我相信你就是怎樣教育 我們小朋友去理財 因為他們現在都開始大 就是他們開始有這些concept 要慢慢學習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教的方法 我聽過其中一個 有代表性的 就是英國 兼大學 有一個研究 他說什麼年紀 教小孩開始理財最好 他說年紀就是七歲 我自己想一想 都合理的 因為七歲 大概二年級 都合理的 開始對數字的概念 開始要多一點了 也真的會認識到一些貨物 所以自然他應該開始會知道 究竟我要怎樣去 對錢的概念 錢用來做什麼 開始會認識 所以我想是一個對的時間 當然你說有些人 再小一點都會教 我聽過 有些訪問 一些名人 他就說 小時候兩歲就教他 教他錢也很重要 然後告訴他 爸爸媽媽賺錢也很辛苦 所以要好一點去生性 儲錢 這些就是我那輩父媽媽 會做的事情 生性 錢也很重要 賺錢也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 這麼小的時候 是沒有概念的 是不知道的 是說得對的 所以他可能還會問你什麼叫生性 生在哪裡 很辛苦賺錢 好像滴殺旱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 我覺得是 適合時間做適合的事情 而香港的家長開始 都真的會了解更多一些 以前是真的不認識的 我爸爸媽媽一代 永遠都是省些錢 咬開一個蚊 有血有汗 經常都說這些話 我媽媽也說 是啊 但是我小時候 其實都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總之就是給我走 所以我是這樣 衝出房間 不要再偷看 你才知道我買東西 總之每一次就知道 你說完我就有錢了 那我等你講完 就像Damon一樣 他現在開始懂得 我喜歡這件事 我喜歡這個玩具 其實某程度上 不是說要教他錢的觀念 而是教他 就是need and want 還有 不可以 每天都要want 是的 need and want 是很多人都會說的概念 但是很多人就不太明白 對於小的小孩子來說 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正如Sara說得很對 在小朋友的世界 他只會有wants 他從來沒有needs 因為他needs 你搞定了 你還教他needs 什麼叫needs 不需要他有 他只是wants 所以小時候的小朋友 去到幼稚園 或者剛剛讀書那些 你不是教他這個東西 你反而教什麼呢 是要教他耐性 教他 patients 你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是的 去到哪裡就要到哪裡的 我要買東西 我要買東西 有些家長 很疼小孩子的 要什麼就買什麼 就是覺得有能力 我沒理由不給他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 最害怕是什麼呢 就是四大長老 最害怕四大長老 也都是四大惡人 永遠都是最疼小孩子的 孫兒子 所以每一次都是 你要什麼都給他 所以有一個媽媽 曾經跟我反映過 就是正正就是 幾歲的小朋友 他很擔心就是 死火了 那個小孩子 因為他見到婆婆 不是跟婆婆說 我很疼你 很掛念你 他每次見到婆婆 就跟婆婆說 婆婆你這次買了什麼給我 就是教了這件事 是很理所當然 那你不給我的 就是你的問題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我希望你們的小孩子都沒有 有些公開場校 一些商場 一些餐廳 你會看到有些小孩子 吵冤霸霸霸的 女兒那樣的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他學習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女兒 我吵 我就得到我要的東西了 這個就是教了出來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教什麼 就是教外性 你讓他學習到 原來有些方法是不可行的 他就不會做 但是反過來的人 就是因為他不斷做 就可行 就繼續做 所以反而你說 不是教理財那麼簡單 是教內性 因為從小開始 學習到內性 他長大 才會懂得我要等待 我等待我才會有回報 其實都是一些理財概念 但就不一定教你怎樣 認識金錢 甚至教你炒股票 那些東西 真的沒有教這些 五歲的股神 就是說 如果他的性格是好的 品質是好的 那他可以慢慢有危去存錢 正如你所說其實是洗澡很開心 掃錢是比較漫長一點的 所以如果他有耐性 有那個危機 他要等待他 很擅長 對 那去到幾歲才真的教他一些素 上學 七歲教什麼 七歲開始灌輸理財概念 但其實都不同的 如果小時候剛才說 教內性的那些 你不能跟他講書 因為他不會懂 所以是要行動來的 行動就是他有什麼想要 你就盡量拖延一下他 無論你覺得你多想多想買給他 你也拖一拖他 但又不像大人一樣 我們說兩年後給你 是不可能的 拖延啊爸爸 不要拖太外了 通常你知道小孩子的時間線 兩年 是很短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驗 那頭問完你 你說好吧 遲些給你 那個遲些就是 十分鐘後 十分鐘後 兩分鐘後回來的 所以其實他的長線 可能是半天 可能是一天 那你每次有預謀地 一路一路拉長一點 那你不知不可奸 可能變成一天 一個星期 一個月 那整件事 他已經有個期待 有個盼望 這樣就學到一個耐性 也都知道 我不是立刻問一定會有 也都一定要跟四大長老去協商 因為往往他們是打破你的規則的人 所以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那這個就是小時候那些 那到你再大那些 真的去到 譬如說 小學二年班 三年班 打上那些 開始學什麼呢 就學這個選擇 因為他開始有零用前 很多時候都是 有些家長都會問 應該什麼年紀 比零用前的小孩子呢 通常來算 一般情況 三四年級到開始 但是最適合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呢 是小孩子 起碼去到三四年級 跟著他提出 因為如果他不問 我只有一些個案子 那些家長說 給他一些零用前 讓他學一下金錢 學一下儲蓄 然後就給了 但是給的時間 還沒有需要 那怎麼辦呢 你給了一些錢 在他世界 錢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東西 我就周圍擺了 甚至我就是給朋友 這個朋友給你 你要我給你 那些錢就亂擺 或者周圍擺了 又不見了 家長又罵我 就說不懂管錢 其實整件事就是 他還沒有準備好管錢 所以你禁了 給他是沒有意思的 好像我那時候 就很準備好 所以 真的要撞了板 是 那我說教選擇 是教什麼選擇 因為為什麼要教選擇呢 開始去到 譬如說 七八歲左右 小朋友真的會有利用前 在家會給他 那跟著他拿著錢 他也有需要賣東西 在學校的小賣布 有時跟朋友出街 可能會買零食 又或者真的喜歡一些玩具 又想買 所以開始他有很多想法 有想法 就有支出 那跟著就問一下父母 有沒有什麼可以買到 譬如最簡單香港 手機 就是小學都要有手機 又或者做運動的 買一雙籃球鞋 因為我兒子在打籃球 一雙籃球鞋 你普通叫做功能不錯的 小學生穿的 可能五六百元都可以 但是你買個名牌 NBA球星的 不知道多少代的 可能二千元都不行 整件事就有個分別 但是你問他小朋友 如果他有偶像 當然買偶像就對了 那開始問題就來了 你要給他二千元 買對他很喜歡的籃球鞋 還是給他六百元 買對 是已經滿足到 功能上需要的籃球鞋 那這個就是一個選擇 但選擇是要扔給小朋友 那怎樣扔呢 就是家裡 公書教學 各樣東西 是責任來的 但是給你東西 應該是你需要的東西 所以如果真的打籃球 你的籃球鞋 六百元 七百元 很盡了 很盡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 喜歡兩千元的人 沒問題的 樓上那一千三元 你給你儲蓄的那個拿出來 值不值呢 值的 我給你做 不值的 我買一塊 你應該有的鞋 那就給他選擇了 我從小到大 小朋友都是這樣 包括再大一點的 譬如說他在家坐得舒服 他讀書那張 都是的 你要買一張是 二千三千元的都會有 但是你買一張 叫一千元內的都會有 那你要哪一張呢 那你要漂亮一點 要貴一點 那你就給他猜價了 讓他自己知道 每一次他有要求 他都會想 究竟爸爸媽媽會對這件事 他會覺得我是怎樣 那他便會想過選擇 開始想多了花錢 其實這裏 都包含了 need and want 沒錯 很複雜的 need and want 之餘有一個peer pressure 不分開 全部都穿Naki Eddie 那個壓力 可以把油溫變成need 你說得對 但還有一個好的地方 這樣做 就是你正正說得對 個個個都穿那些限量版 但我不是 那是不是被人差呢 他開始會令自己 發展到他的價值觀 所以我兒子也是 他見到他有些同學 穿他真的貴鞋 但他覺得他打得比他還差 他說是不是穿得漂亮 你會打得厲害一點 原來不是的 OK 自信就大了 還有就是 個人覺得看一件事 更加看得好一點 所以其實重要 現在我們很怕年輕人 就是沒有那種 正確的價值觀 這個就要父母解釋給他們 對 沒錯 其實我們父母也要學一下 因為你說得對 你很多時候就覺得 他朋友走有他沒有 會不會他很不開心 父母一定會很照顧 令到他跑得更好一點 對 哥哥打得更好一點 哈哈哈哈 現在事實是 你便努力一點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 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你便證明給別人看 那這個就是 7至11歲這個階段 再大一點 那這個概念又再複雜了 因為他們開始越來越棒 越來越厲害 就真的開始學掃錢 因為有機會上了中學之後 他可能會出門吃飯 很多朋友的活動 自己搭車 很多很多的東西 你給他的錢會多了 那一多了一筆錢 跟著他不懂得花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開始是掃錢了 裡面亦主要一件事 很多家長混淆了 就是什麼叫做零用錢 什麼叫做生活費 他會覺得就是 我每個月給了幾百元 那你就糞便洗完了 那你就不會儲錢了 但其實那幾百元 可能那個小孩 搭車吃飯 基本交 就是已經洗完了 那他真的儲不到錢 那你會分得清楚一點 所以在一個家長的心態上 都會清楚 你這個小孩去到十多歲 真的上中學的時間 你會分哪有錢 給他學儲 那個叫零用錢 生活費是基本他需要的東西 不用給多 那是兩塊錢 分開它 那就是那塊錢要掃錢 如果你說 我還想買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又或者我想和朋友去多點街 我的兒子都是 我有個同學生日 我想買個禮物給他 貴一點的 那怎麼辦呢 你利用錢搞定 這些不是父母責任 我不用買禮物給你的朋友 那你就要想這些 就是說 譬如到了那個年齡 我們應該跟他說 那兒子 這個數目就是你的零用錢 這個數目我幫你儲起來 你如果有需要買多點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啟動這個東西 還是我應該把這個數目還給他 還給他 因為給他學儲蓄 要給他的 那當然是他的儲錢方法不複雜 不是 他們就是給他 剛剛夠多一點點 就是你要四坑四底 你就做得多一點 就是那些 他們都是有空間給我 但那個空間很少 因為他就是怕 你一有引有 你就把聲音很快就寫了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是要找一個爸爸 心情好一點的時候 媽媽 其實我的零用錢 可不可以多一點點 哈哈 或者那時候有一個concept 就是我爸媽要我做家務 去賺利用錢 譬如洗碗 那時候我是五毛錢 譬如摺三是兩毛錢 嗯 其實呢 那時候我不誇心的 為什麼他做家務呢 這麼少錢買 買不到一條雪條 但是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傳統的 但是一石二鳥 就讓他知道 有付出才有回報 我很經常做這件事 但香港不可行 因為香港有那個姐姐 很奇怪 為什麼要我做家務 姐姐做的 但是一樣要他有付出有回報 所以我們做法就是 針對你做的事 你要讀書 你便用你的成績 是一個付出 那我就用那裡去獎賞 其實都可以的 當然也有些人覺得 用錢 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呢 不用錢用什麼 有些人就說 哎 貼星星 是不是 我給你貼滿了星星 十顆星星 最後是什麼 都是物質上的東西 那就是這樣 你不會說 十顆星星一個月亮 十個月亮一個太陽 那最後是什麼 太陽之後就是魔門的生活 一定有的 所以其實整件事就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你明白 錢是一個工具 那個工具是幫你怎樣達成你的目標 而在過程之中 你有沒有付出了 而得到金錢呢 就是要學習這些東西而已 但是這個概念和外國 是不是都是一樣的 其實用錢 外國做家務 因為外國沒有工人姐姐 外國做家務 所以你看到外國的分工 經常都是做家務的 但是香港不適合 或者我們可以想的 就是推動他們做一些 他們自己 自理自己的家務 例如是 撿床 撿好一張書桌 摺好自己的衣服 準備好自己的書包 拍好自己的午餐 我覺得這些是 不是說家務 不是要幫我拖地吸塵 但是起碼他有自己的治理能力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 我覺得 都可以將他 這個應該要 調轉做 他做不好 這些要扣零應切 不是就有時候 但我老公一定不會贊成這些 基本需要 是他做一個責任 是的 企業的結證 整齊 其實我很喜歡的 所以其實我要他做 其實這個問題 扣詞 我覺得 執行那裡 其實因為有一個人 就不是很整齊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方面 有點 但是我 我不整齊 但是我會忍心扣他 零用錢 放心 但是你沒有靠他 我們家長 最重要是新教 所以在小學生面前 一定是perfect的 如果你不perfect 你很難要求 不會perfect 男人 去到我這個歲數 其實都未走過 不用的 但是 當是大學之後 其實是否學的東西 理財方面 會不會一樣呢 我聽不少的朋友 有些家長 就是他的小孩 真的很大了 20歲都會有 甚至導入大學 他們有時候會有一點埋怨 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其實你要令到小孩 他有個想法 他自己將來想怎樣 其實因為他十五、六歲左右 可能再小一點都會有 開始問他兒子、女兒 有沒有想過 將來想讀什麼科目 有沒有想過 將來想做什麼工作 我很肯定告訴你 第一次問他 答案一定是沒有 一定沒有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 讓他世界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是要 九五九就問 問到他煩 問到他要找東西回答你 然後開始回答 你是根據他回答的東西 盡量再找多些資訊 資源給他 讓他開始再去想 然後整件事 他就早點做計劃 早點做計劃 他將來 讀書也好 做事也好 就更加會實在一點 我在英國的時候 都很典型的 就是我潮了一個 自己想做的東西 自己想讀書 拉丁文是用不到的 法文 我不是法國 蘇國學 我不敢聽出來的 我從來都是讀一些 其實好玩 我沒有考慮將來 沒有考慮工作 去到大學的時候 去到翻譯 去北京玩 不停又找一些 又想玩的東西 去到畢業了 幸好 找一份好玩的工作 但是 在我的人生裡面 好像不停跳到好玩 再跳到好玩 其實是 很不達實 剛才你所說的 你要問他 要刺激他 從來都沒有 那就是自己 去到好像找一些刺激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你的情況 就是都好 因為你可以將你的興趣 變成了你的事業 幸好 幸好 但是你說 其他人是否一定行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真的要給他 多一點點想法 而且也可以同步發展 事業和興趣 沒有人說 你一定要合在一起 又或者一定是不可以共存的 最重要是有一個計劃 這個加上都要給那些時間 我都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你會不會透露自己家裡的經濟狀況 給小朋友聽 因為 有些家長 就不會跟小朋友說 我有錢 沒有錢 狀況是怎樣 爸爸媽媽做到什麼 做不到什麼 有些家裡 就很透明 例如我爸爸媽媽 他們就假透明 我記得 很記得我十多歲的時候 就說 今年生意 就這樣 有賺的 但是什麼 我們開支是怎樣 其實我十多歲 已經很清楚 家裡的開支 爸爸媽媽 公車多少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概念 他們是透明的 但我相信 他們是一個後備存續的 因為我媽媽是 PlaiSafe 你也知道 我很PlaiSafe 我有些身邊的朋友 我問他們 你知不知道 其實你的媽媽 或者家裡的狀況是怎樣 他們說 不舒服 爸爸媽媽從來不說這些東西 你贊不贊成 是 分享多一點 還是你覺得 小朋友在他自己的世界 關於他自己的淺風 還是我們都分享多一點 家裡的狀況 給他聽 如果那個小孩 還未成年 18歲以下的 有兩個數字 是不能夠跟他講的 第一個就是家裡運幾個 第二個就是父母 什麼歲數 是不能說的 因為說完 全家學校都會知道 所以這兩個人不會說的 但是當他長大 真的去到18、19 讀大學的時候 你就真的需要給他知道 因為他都開始要 迎接他的事業 如果賺多少錢 是一個正常的 他都不知道 其實將來他都不知道怎樣 所以那時候他就要開始知道 可能女生比較早熟 我真的很少可以知道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 譬如我那時候讀 Private School 我爸媽供到我讀私下 但是我們不是最有錢的學生 因為你知道 貴族學校有些人很有錢的 其實你自己已經有個概念 就是 你在學校裡面 不算是最富裕的 其實這些15歲左右 你就會知道的 你自然地 也不是說是一種歧視 你自己會有那個衡量 我覺得這件事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完全瞞著他們 你不是說 爸爸媽媽可以供到你 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是 你同學 我覺得 又未必要去到18歲 其實支出 我們是任何時間都要給他知道 就是他要知道大個小多少 但是你要找多少 就未必需要給他知道 是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都是 就是 我爸媽繞了他圈子 不斷說他們有多少支出 他們有多少 就是半透明的 回到去 就 媽媽21歲 沒有人相信 媽媽爸爸 找很多很多 但是問題是你不告訴他 你千萬不要在行為上 翻譯出來 哈哈 就是你花多少 不停買買買買的東西 特別是媽媽喜歡跟女兒說 就是買包包 買鑽石 放心我兩個兒子 如果不停都說 那件事 就是半日網明標 哈哈 是 會留意一下 不論家人 ASHAM 招責 …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